那么现在介绍的菜呢也是比较非常容易炒的 那么材料呢就是洗干净的韭菜台 还有这个新鲜的蘑菇 特色的蘑菇 那么这个韭菜台的炒蘑菇 利用这个鲜味呢 相辅相成 那么这个韭菜台在市面上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当然这菜也是比较好吃的 当然这种吃法呢也是比较奢侈的 因为这个韭菜台呢就是家里面 地里面自产的 好了那么这个韭菜台切好了以后呢 下面的火呀就同时可以打开了 我现在已经把炉子上的火呢打开了 炉子上的火呢使用的是中火 那么韭菜台呢 放置在一边备用 洗净的蘑菇 切成呢 稍微大一点的片 蘑菇片 因为蘑菇是比较容易出水的 所以呢切太薄太细的话 这个蘑菇啊 就失去里面有的风味 蘑菇很多时候呢 吃的其实是它的那种口感 好了那蘑菇切好了之后呢 也在一边准备备用 可以看到这个锅子呢现在已经在六档 双圈的六档那么实际上大概是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吧 的炉温用手呢稍微试测试一下这个温度呢 能不能引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锅菜台啊直接放进了 那么我喜欢呢一边在这个放锅菜台的时候呢一边加油 好了那么这时候呢 用筷子呢搅拌均匀 盖子盖上 那么我在厨房做菜呢是比较喜欢用盖子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盖子呢 并不会把这个蔬菜啊变黄 盖子相反呢可以使这个蒸汽在里面 密闭的环境一下 让这个蔬菜啊快速的成熟 相反呢更加的那个颜色翠绿 好了打开盖子翻炒一下 那么大概这个时候呢韭菜花应该很嫩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入这个蘑菇片了 因为蘑菇片的加入呢 我们再加一点油 总要把盖子盖 这个时候啊大家通过这个玻璃可以目测可以看到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啊大家通过这个玻璃可以目测可以看到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呢关火 因为我这个视频呢就是同步制作的 所以这个时间呢如果你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可以一样就可以关火了 那么这个时候不必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让它这个炉子的这个余温呢在这里面 把这个菜啊在最后的那一点做熟 大家这时候听到上面的轰呼的声音就是油烟机 油烟机正在排油烟 好了 看这个时候已经就完全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就完全好了 这个时候已经就完全好了 了解了 这么多了 结果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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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一盘新鲜诱人的 蘑菇炒韭菜苔 就做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